看在這裡喔 他說圓內階正七邊形有七個頂點 問你這七個頂點可以連成幾個三角形 這當中有幾個直角頓角和瑞角三角形怎麼算 來老師想請問一下正常來講三個頂就一個三角形 三個頂就一個三角形 所以七個點可以連成幾個西的七起三 所以雙腳有幾個有三十五個 講行不行這比較沒有問題 第二小題有幾個直角造型 對一個圓來講要形成直角要怎樣連 才會直角必須要先找到什麼勁直徑 因為只要直徑的圓周角好不好 直徑的圓周角不管怎麼樣連都是什麼 都是直角對不對 那很抱歉它卻是一個七邊形 七邊形你看一下 七邊形有這七個點對不對 一二三四五六七 畫下來有沒有把畫出這七個點 有沒有辦法靠這七個點去連出直徑 有辦法嗎沒辦法 所以說這時候你觀察一下 這時候有辦法連出直徑 有辦法你看這兩個點連起來 這樣子怎麼樣連都不會是直角對不對 一定要直徑嘛 一定要直徑連下才是怎麼講 直角 一定要直徑連外的角才叫直角嘛 這邊有辦法直角嗎沒辦法 所以說直角三角形有幾個有0個 第三小題 有幾個頓角三角形 頓角三角形什麼特徵 因為一個三角形當中最多只有幾個頓角一個 所以說我這時候問你有幾個頓角三角形很簡單 我就重點是我只要去找出來這七個點 怎樣會連起來是頓角 這樣行不行 找銳角沒有用喔 因為找到銳角 這個銳角是頓角三角三角形當中銳角 還是銳角三角三角形當中銳角一定嗎 不一定 所以說頓角三角三角形的時候 我們就去找什麼 找頓角 這樣行不行 好老師先以A1而言 好不好 先以A1而言 今天我A1這個點 這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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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腳要形成頓角 你去想想看 要形成頓角的時候 你看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 以A1 A2為邊 我今天A1要形成頓角 好不好我先討論 以A1 A2為邊 要形成頓角 老師想請問一下 你這時候你觀察一下 這樣子有沒有頓角 有 這樣子有沒有頓角 有 但是很抱歉 因為直徑在這邊 所以說再過來是變成銳角了 所以說以A1 A2為邊 形成頓角只能找A7和A6 所以說這時候又形成頓角 只能找A7和A6 才會頓角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再來 那如果說我以A1為頂點 好不好 我這時候再來找一次 我今天如果說以A1 A3 好不好 A1和誰 A3這樣行不行 我這時候 我這時候以A1 A3 這兩個點 好 這時候以A1 A3 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時候可以連成幾個頓角 你這時候頓角怎麼連 以A1 A3 和A7我們頓角 有 同樣的 對A3來講 這邊是什麼 直徑的 對不對 所以說再過來 A1有頓角了嗎 沒有 所以說這時候只要和誰連 和A7連 才形成一個頓角 對不對 可不可以 再來 老師想請問一下 如果說這時候再換 換誰 A1 A4連 A1 A4連來講 本身 這邊就直徑了對不對 所以說 A7 或A6 或A5連起來 這邊都是什麼角 銳角的 對吧 所以說以A1為頂點的時候 可以形成幾個 可以形成幾個頓角 以A1為頂點的時候 可以形成幾個頓角 三個 那我今天頂點可以A1 也可以A2 也可以A3 也可以A4 也可以A5 也可以A6 也可以A7 有幾個頂點選擇性 7個 7 3 21 所以頂角三號型總共有幾個 21個 那第四小題有幾個銳角 全部有35個三號型 因為頂角有幾個 21個 所以剩下14個都是什麼角 銳角 因為沒有直角嘛 所以剩下14個都是什麼銳角 這樣可不可以 把這邊看一下